黄金最近出现了连续突破的这种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期货 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走势 其实各个重大品种 每当就是出现一种突破走势的时候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突破前高 比如突破前低这种趋势性的 都值得关注 黄金这一波走势是比较流畅的 就是连续上涨 包括周五收盘的时候 周四收盘的时候也是上涨 就是突破的历史性高 2256点 黄金期货的价格 COMEX黄金的价格 突破了新高 黄金它的本质 其实是跟长端国债的实际利率是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黄色的线是黄金价格 把它翻转过来的一个走势 就是逆转过来的 一个颠倒的走势 然后目的是和10年期的实际利率 进行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偶合度非常高 关联度非常高 黄金它确实也是跟实际利率相关性非常高的 就是当实际利率 就长端国债的实际利率往上走的时候 黄金会往下 黄金如果往下的时候 跌的时候 长端国债的实际利率会往上 所以这个因为是把黄金价格颠倒过来了 所以说大家能理解 理解这里面这个逻辑关系就可以 就是它跟实际利率是负相关的 是反着的 美元指数是跟实际利率是正相关的 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黄金 黄金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重合度非常高 那最近呢 出现了这种背离的这种走势 这里这种走势 所以说黄金的这个上涨呢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未来的这个实际利率呢 就是长端的实际利率呢 要往下走 要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话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可以是一种美联储降息的形式 也就是10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 或者30年期国债利率 长端国债利率往下走的这种 这种形式可以去实现 还有一种呢 就是通胀持平 或者通胀往上走的形式都可以实现 实际利率呢 是等于民意利率减去通合膨胀 要民意利率下来 要么通胀往上上去 这个都可以造成了实际利率的下行 所以说黄金的这一波上涨呢 其实预示着未来的实际利率呢 会有显著的下行 那这个黄金的这一波上涨 刚才我讲了 就是说它预示着实际利率走低 那两种情况能实现 一种就是说 长端的国债的民意利率降下来 要么通胀上去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其实预示是什么呢 预示就是接下来呢 美联储会降息 同时呢 长端的国债利率呢 会显著的下行 这个我都指的是民意利率 民意利率会显著的下行 那这种因素呢 其实也就是经济的走弱 就经济基本面开始走弱 同时呢 失业率的上升 那这个呢 就会触发美联储降息 同时呢 也会导致长端的国债 民意的国债利率呢 往下去走 往下去走 导致这个就是实际 实际利率往下走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通胀往上走 那我想通胀的问题呢 现在是它的核心问题 主要是一个粘性的问题 就是通胀它在3%呢 确实不太容易下去 如果想下去的话 肯定失业率要走高才行 因为美国的通胀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是粘性比较高的租金 和这个住房部分 或者是扣除住房的服务业部分 就大家知道 这个美国的CPI构成里面 商品的部分是比较小的 它有三分之二的 这个以上的构成部分呢 是住房 或者是住房 扣除住房以外的 这个服务业的通胀 所以说这两部分的通胀 必须要导 必须要出现一个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才能真正下来 所以我想这个顺序是什么呢 这个顺序大概的是 先是经济的走落 尤其是失业率的上升开始出现 之后美联储有降息 然后再过可能5到6个月以后 通胀才会有显著的下行 就降到3%以下 往2%甚至往通缩的方向走 所以说黄金的这一波的上涨 这个上涨的话 我想它更有可能的是 通过民意利率的下行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美联储的降息 或者说长端国债利率的下行来实现 那通胀呢 它就是说在大幅的拐头向上 这个概率很低 这个几乎不太可能 就是说比如再回到4% 5% 这个不会 一个是同比基数的关系 基本能算得出来 其实经过这几个月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它的比预期值 它会有那么0.10.2的偏差 但是它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不会说预期3% 结果出来4% 5% 这种不太会 所以通胀它更有可能的 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体现中一种粘性 这个粘性的就是在3%附近 这个要持续很久 一直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显著走弱 失业率开始显著上升以后 它才会有一个显著的下行 下行到3%以下到2%以下甚至 这个0708年那个周期 也是这样显示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黄金的这一波走强 可能更多的预示的 就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不远了 就是对它这个降息预期的 一个提前的一个反馈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